零骨塔詐騙手法層出不窮 緊接著我們帶大家關心這起案件 刑事局是破獲一起竹聯邦的黑幫分子 專門在經營這零骨塔詐騙 那這一名的28歲的孫姓主賢 假冒建設公司的子公司 向持有零骨塔的老人家騙錢 聲稱說開發土地可以一起投資 可是需要付這千葬費還有稅金 最後不法獲利破五千萬 而且他們也是專門在挑這老人家下手 被騙的人呢 其中包括這名80多歲的老奶奶 畢生積蓄一千五百多萬 還有房子都拿去抵押 特群隊員大陣仗 全副武裝進到一處高級住宅 利用破門器具破壞大門 不斷對大門猛敲 嫌犯還是不敢開門 見到警方破門進入 當場嚇壞愣住了 這名身穿黑色上衣的男子 就是零骨塔詐騙案 28歲的孫姓主賢 也是竹聯邦平堂的黑幫分子 加借知名建設公司的子公司 像先前有購買零骨塔的被害人 利用話數騙他們要開發土地 遷移地上的五主墳墓 強調把塔位賣給他們 就能一起合作投資 沒想到答應投資後 孫姓主賢竟要被害人付簽葬費 還有稅金 一個塔位就需繳納20到30萬元 佔用理由拖延成交 不法獲利高達五千萬元 警方破獲這起竹聯邦平堂的黑幫分子 他們平常就經營零骨塔詐騙集團 甚至專挑老人家 而這次的被害人還有一名八十幾歲的老奶奶 畢生積蓄一千五百萬現金 還有房子都被抵押 實在相當可惡 走在最前面的就是孫姓主賢 這幾年來涉及多起零骨塔詐騙案 警方也查扣其中三名嫌犯 命下的高檔汽車 而他們還特地挑選車牌 欺騙銀法族吸睛騙走老本 如今15名嫌犯通通被逮捕 被譯詐欺及組織犯罪等罪嫌送辦 警方也將持續溯源 將犯罪集團一網打盡 據陳嘉明斯佩宇 台北採訪報導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